远警开启警铭器一路跟着前方机车 但前方骑士飞弹没减速停下 反而加速 催油门狂飙 骑士沿途闯红灯蛇行 还逆下一路催油门跑给远警追 速度快到连后座女乘客安全帽都带不好 两人一直骑到车子没有 才被警方拦截逮捕 这对服气13号凌晨2点半 从谭子行进北屯太平北区西区 又到南区乌日 一共跨越7个行政区 40分钟内狂飙20公里 远警当场有两人 为什么要跑给警察追 因为我们吵着很凶 拿着安全帽要互打 因为有一个路人 我不知道他是谁跑出来 就说叫我们不要 就站在那边不要大小事 然后说不要走 然后我们跟他讲道歉 他说叫我们不要走 他就叫警察来听 后来警察一看我们后面出现 我们就驾到 幸好沿途没有发生车祸事故 但这对夫妻已经违反 多项交通违规 包括蛇行逆向闯红灯 没带安全帽 没开大灯的六项违规 最终可开罚 五万零九百元 见37岁潮男骑乘机车 未开大灯且未带安全帽 警方遇上前蓝查时 潮男拒绝接受盘查 而加速逃逸 两人以为是因为夫妻吵架 才会被警方找上 但其实只是因为男子骑乘 没带安全帽 如今不但得面临公共危险罪刑责 最终还得吃下五万多元罚款 见喜环境内文中还是报道 立刻下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静善静美静好新闻